每位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及呵护是很重视的 家住凤林镇的徐天文模范父亲 现场轻松克里 对于他现在高时已经90岁了 而他培育出大学的院长 还能够照顾家中智力不足的孩子 现场给予他最敬重的祝福 父爱如山真正形象贴切地诠释了父亲这伟大的角色 今年获得现场表扬的模范父亲徐天文 虽然高龄90岁 不过50年来还是依然照顾家中 在小时候高烧过度 脑部受损智力不足的孩子 现场轻松祝贺之外 同时也关心徐天文老先生的辛劳 有没有很辛苦 不会 不会啊 你照顾弟弟多少年呢 弟弟啊 才这个弟弟啊 50几年了 对对对 好可以带上来 是是 家里的 是家里的一盏明灯 所以这是设计我们的石板灯画 对对 那这有这个 很棒 很棒 这是我们的玫瑰石 保持下一个大月亮 或大太阳 就是这样 而许先生对于家庭的爱 以及照顾相当的无为不至 目前他的女儿还成为了台北市立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徐天文模范父亲让这隐藏默默付出的爱 更显得是坚强的后盾 据者林杰 奉林镇采访报道